从军一年 辅出道就被邀请为好青年代言人的东渝泽 今年再次成为宣传大使 续约记者会当天 同时也是他们的EP发行推荐里 那我们这一次成为了这个代言人呢 我觉得是一个骄傲 因为我们可以是呼吁大家 可以影响大家去做我们善事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开心一件事情 就是成为了好青年的代言人 我觉得要随手行善 那像是我们本身呢 也会自己去孤儿院啊探访啊 或者是捐出自己一些旧的衣服 那我觉得可以身为好青年的 不要感到压力 应该要感到骄傲 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自信 身为好青年的代言人 私底下的东渝泽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在他们的心中 对方又是否是个好青年呢 好那我心目中的 就是好青年的是一个 就是热爱去做善事 那当然不管面对什么事情呢 都不会去就是去发脾气还是什么的 那我觉得好青年呢 本来就是要有一个好心的一个心肠 那做什么事情呢都会冷静去做 然后我觉得孝顺 对然后就是要随手行善 然后天天做一些 就是善事让自己的心情呢 开心这样子 那我们在 我们会讨论 就是说我们这些衣服呢 要不要拿去捐 还是什么的 我们都会说 这个食物不可以浪费还是什么的 我们都会说 这些事情是不允许做还是什么的 对 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因为呢 它在家里呢 我觉得它 非常 节省水源 节省店员 然后 也非常整齐 对于自己的歌曲 被选来搭配公益活动 冬雨哲又有着怎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非常的棒的是因为 它MV里面呢 以笑容来 呃 传达一些讯息 那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呢 不要分你我 只要用一个笑容呢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传达 你想要传达的讯息 那加上这一个MV 这首歌是非常温馨的 听起来呢 就会觉得 突然就非常想念小时候 然后非常温馨 那当然希望大家听了之后呢 就会想念小时候的 那一个你啊 然后就 呃 会有那一个画面 对 为我偏致的童话 那么 我们的这些人 也有一个人 就会想念小时候的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